《上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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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南青大劇院》的編劇和制片人馬英利 《南青大劇院》實際上改編 《紅影》的小說《上海之死》和《橫光立一的上海》 一個大明星在神秘地消失了幾年以後 回到上海他去參加 有過情愫的導演的戲劇排練 但實際上他還有任務在身 這個歷史背景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前 世界已經硝煙瀰漫 上海周邊都淪陷了 是因為有租界 所以有這麼一個孤島的存在 這一個小塊地方還是在正常的生活中 導演小說的實際上是一個大的突發歷史事件 之前人們的那個狀態 世界的狀態 這個小說裡面這些元素 一個是戲劇舞台 還有一個酒店的空間 這是他特別感興趣的 他要的那些房子 無一例外是國家或者是上海市的這個保護建築 直景拍攝 而且是中心區域 包括大面積的群眾 然後有個動作 槍戰 那個艱難程度 基本上八層皮的狀態 這是一部黑白影片 但是實際上服裝是特別特別考究的 從頭到尾裁縫的縫日記都沒有聽過 大概很少有導演在開拍前三到六個月 就開始他的造型工作 他老說真正的好的電影 應該是像時裝界的春秋發布會 這個時尚是埋在角色和情節裡面的 上海的那種樣子 五顏六色、絲絨、旗袍、大波浪、高跟鞋 就是他是要突破這些東西 樓越導演的電影裡語挺多的 這部就更多都是12月底最後那場戲 就那麼幾分鐘 但是真的要拍好多好多天 不管是小年輕人還是巩俐 都是落湯機一樣 小年輕人都說他是一個挺能吃苦的演員 那個時候他真的快撐不下去 弓力挺挺欲立在那裡 然後他就很慚愧 然後就回去繼續哆嗦,繼續堅持著 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們還不知道這部影片能不能上映 在電影做成以後 我倆爭齊全 很多跟電影沒有關係的事情 讓你等待,讓你受損傷 一言難盡不堪回首 兩年來我和導演沒有放棄過一分鐘 要讓這個影片上映 我真的是覺得屬於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務吧 就像余景一樣 他其實也是完成了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 在電影做成功